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正式沒有那樣做那樣阿謀做餅 他最近接受彭博訪問時提到 說不排除會開禁銷售稅 他就說 明白開禁銷售稅是具爭議性 若有任何打算 和社會討論和辯論是非常重要 麻煩你這位陳茂波司長 回家攝高床板 想清楚才好出來說話 在目前經濟下行時刻 大家都知道會有多嚴峻 你還要提出這些不切實際 沒有建設性的建議 你是否想向基層市民和弱勢社群開刀 搞這個銷售稅 簡直是秉承了攬炒之母林鄭的那條攬炒路線 提出銷售稅 而且在這個經濟環境下來提 你只會對於中小企和基層市民 攬炒一起攬炒而已 一方面 建議這個陳茂波 就說要在財政預算案派遣一萬 其實就是回水一萬 還富於民 就說要刺激本地的內部需求 刺激疲弱的零售市道 一方面就向中小企業提供經濟援助的措施 還好意思呼籲他們要向市民提供消費的優惠 你現在有什麼可能可以搞這些銷售稅 完全就是跟你的目標背道而馳 你搞這一萬元原來是為了銷售稅鋪路的 你是不是很短的 轉過頭自己就打擊這個零售市道 一邊就在想著擴富稅機 這些完全就是多餘的藉口 已經多次說過 香港的財政儲備加上外匯儲備 兩者加起來是4萬6千億 4.6兆 你還要這麼多錢還要擴富稅機? 這些人是不是有病? 你也不要想 你看看日本自從1989年搞了這百分之三的銷售稅以後 就是有增無減 完全都沒有停過 這些銷售稅其實對於基層市民 對於青年 對於弱勢社群 就是最傷的 大家同樣買一包米一百元 比如說你收百分之五的銷售稅 基層市民又給一百元 然後就交五元稅 你陳茂波鬥三十五萬九千元 你去買一包米一百元 又是交五元稅 根本上你這個劃一稅率 就是對於窮人是不公平的 對於基層市民 對於青年 對於賺錢賺得少的人 是不公平的 為什麼你會向那些窮人 向那些基層 向那些弱勢社群開刀? 你不是傻的 確闊稅機 確闊稅機 你應該向那些有錢人開刀 即是很離譜 你作為一個財政司司長 完全不是去想一些正常的事情 而是想一些 如何對付一些基層市民的事情 派這萬元有鬼用嗎? 如果你搞這個銷售稅 交銷售稅也不夠給了 告訴你 每天吃飯又要銷售稅 每天到街買菜又要銷售稅 你就使得那些基層 是百上加根 而且會嚴重打擊消費意欲 日本是有版給你看的 是不是? 自從1989年以後 日本的經濟疲弱足30年 你搞這些無謂事 就算在一個經濟非常繁榮 非常輝煌的黃金年代 香港也沒有搞這些東西 才有一個所謂購物天堂的美譽 你現在突然搞這些東西 又說要引入多些遊客 怎樣? 每個月都退稅嗎? 你去排隊退稅嗎? 你就傻了 不要搞這些無謂事 最好大家都不收 對不對? 你不要到其時 如果你說 遊客就免稅 買夠一定金額就免稅 那就對於我們本地的市民不公平了 因為那些遊客很喜歡來買我們的日用品 是不是? 香港人去買日用品 你說就要徵收銷售稅 那些自由行旅客走下來買日用品 就可以排隊免稅 這是什麼社會啊? 你不要再想這些無謂事 你作為一個財政司司 掌鬥35萬9千元一個月 蛤? 腦子是坐著了嗎? 這些東西是怎麼想得出的? 還有你搞這些銷售稅 其實就是等同於 傑貧制庫告訴你 完全就是削弱了基層 青年和弱勢社群的購買能力 你搞這些東西 你為什麼要告訴別人? 完全不是為了香港長遠的利益著想的 4萬6千億 就想想其他東西吧 是不是? 經常銷售稅 沒有那樣整那樣 提出你也不應該告訴你 很離譜的 當時曾蔭權做行政長官的年代 唐英年做財政司司司長的年代 都曾經提出過這件事 以當時的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民望 都搞不到 你這一屆又憑什麼搞到? 林鄭? 有些人又說要搞23條 你真是沒有那樣找那樣來搞 有些人又說要搞銷售稅 你搞得哪樣? 請問你 離譜的 收檔吧 請問你快要下台 這些人還要搞這些無謂的事情 到時被全香港的年輕人 全部都是在網購 是不是跑到美國的網購 反正人家是全球免運費的 索性不光顧香港的商店 銷售稅銷售稅 這些是想壞了 接著就講講羅志光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今早在電台節目中估計 失業率起碼會升到4%至5% 但很難預料會否高過03年的8.7% 他說03年之前沒有自由行 以本地消費為主 但自從去年年中至今 遊客的數目大跌 每天失去十多萬的訪港旅客 令飲食和零售等行業大受影響 請你先叫停上司陳茂波司長 搞消費稅 是不是 離開大店 銷售稅對於零售和飲食 就是一個嚴重的衝擊 這個衝擊是永久的 還有 你不要在這裡抵賴 去年年中又想抵賴示威 又想抵賴反送中的運動 這些其實是沒什麼賴 大家現在不敢去中式酒樓 或者火鍋店吃東西 你實在是怕了 跟那個示威有什麼關係 就算去年那些人去示威 你那些中式酒樓也不見得 說很多人去停業 也不會連晚市也不做 甚至乎要停業兩個星期 沒有這些情況出現 今年才出現 羅局長 IQ160 說得出又說 為什麼去年年中那些 影響哪些商店 就是影響那些專門做自由行旅客的商店 和食店 尤其是那些連鎖店 連鎖化妝品店 連鎖快餐店 港式茶餐廳店 影響那些 現在再進一步影響那些 就是做街坊生意 很明顯就是受到這個非常時期的影響 跟那個示威有什麼關係 還有你羅局長 如果真的有心幫這些所謂的零售和飲食業 你就麻煩思考一下 搞一個露震盪大會出來 想清楚 在這壇事件過了以後 還是不是依賴單一客員好過 其實有些人出來發聲勢力揭講過很多次 不僅是我 有些旅遊業界的人出來講 叫你不要過度依賴單一客員 你做生意好 投資好 你都懂得去分散風險 不會將所有雞蛋放到同一個籃子 你搞旅遊業 就永遠只是去奉迎一班旅客 你不是這麼傻 我不是叫你不要接待自由行旅客 但是你可以在全世界的範圍 開拓更多的市場 新的市場 新的客員 有沒有做到呢 有沒有積極去做呢 還是隨便扔幾億 就隨便散發散發散完就算了 又不看成效呢 全部都愚蠢 一邊就自由行 搞到全香港的商店 那些商場 全部的商店都是一樣的 有什麼意義呢 可不可以多元化一點點 可不可以吸引多些外地的旅客 九七之前 很多日本旅客來香港看什麼 看你那些灣仔街市 中環街市 那種包浩斯的實用風格 或者看看你的公屋 看看別人的浪三竹 怎樣拼出來就可以拍照 你想想這些東西吧 以前有一種所謂殖民地的色彩 別人就走來看這些東西 你現在有什麼賣點 海洋公園迪士來回家睡覺 別人也有這些東西 用不來你這裡看 完全想不到一些有特色的東西 去吸引人 這樣就說三十幾萬一個月 那些什麼局長呢 還要提出銷售稅 不知所謂 最後就說一下林鄭 今天又被記者追問他 到底《蘋果日報》之前揭發他 那份向中央呈交的工作報告 當中有一些內容可以睹建制派的背部 就說那些行會成員 是強差人意 就說有一些建制派的人 因為選舉的關係 就加入了批評特區政府的行列 不肯跟特區政府站在同一陣線 於是就要借抗疫 來為建制派扭轉選情 要為建制派製造一個有利的氛圍 好了 今天別人問他的時候 到底這份是堅定留的 他就說 一貫的做法 特區政府都不會回應 或者評論 他們跟中央溝通或民書的往來 他就強調自己可以十分肯定地跟市民說 政府過去一個多月的工作所做的決定 都是以科學和理論為本的 原來是這樣 你是科學地和以理論為本地 向中央睹建制派的背部 以及科學地和以理論為本地 為建制派創造有利的氛圍 簡直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這份東西如果是流的 早上撲出來就說這份東西是假的 到現在都不肯說 似乎是真的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